明朝家境时期,长青县万德镇有一个吻婆,年轻时候叫阿珠,后来年纪大了,那些年轻姑娘觉得叫阿珠多少有些不礼貌,于是便改叫珠大姑。 珠大姑这辈子没有孩子,接生的手艺非常厉害,十里八乡哪家媳妇生孩子,都会恭敬地请她去接生。 乡亲们都知道,珠大姑心善,在她手里接生的产妇能少受些苦,孩子也能够平安无事。 而且,她经常免费帮穷人家接生,村民都对她感恩戴德。 不过有一点大家很好奇,珠大姑四十多岁了,至今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子嗣更无从谈起。 有人肯定会怀疑,珠大姑要么是人老珠黄,要么就是歪鼻斜眼。 不过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珠大姑年轻时候是镇上有名的大美人,上门提亲的年轻才俊多得几双手都数不过来。 这一天傍晚,珠大姑收拾完外面院子里的干菜,正要往屋里走的时候,身后有人喊道:「大姑,您跟我走一趟吧,我家小姐小姐要生了。」 珠大姑回头向说话的男子看过去,顿时眉头一皱,感觉对方有点陌生,于是问道:「是哪家媳妇要接生,路远的话得马上就动身了。」 男子说道:「我叫刘三,是高府的管家,这里得跟您说个事,还请珠大姑帮忙保密。」 珠大姑听了这话,脸色有些不高兴,扭头向屋里走去,回了一句,既然信不过我,休要来找我。 刘三听完这话急了,赶紧说:「大姑别怪,是我这嘴说话没个把门的,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知道就好,你容我换个鞋,然后跟你一起过去。 珠大姑说笑了。 其实,她刚刚也只是故意这样一说,生孩子是大事,救急如救火,她心地善良,又怎么会置之不理呢? 两人在路上边走边聊,珠大姑也弄明白了,对方之前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的。 原来这位高小姐到了婚配的年纪,高老爷煞费苦心地找了一些门当户对的人家供她挑选,可是高小姐左挑右选,始终没有中意的。 有一日,高小姐感到身体不适,急忙请来郎中为自己诊断。 郎中把过麦后说道:「恭喜小姐,你这是喜麦。」 高小姐一听这话,吓得赶紧让郎中小点声,她眼泪汪汪地哭求道:「李郎中,小女求你一件事,还望您能答应。」 李郎中似乎已经猜到了对方要说什么,叹了一口气说道:「小姐,如今这度中胎儿已有四个月,恐怕是瞒不住了。」 高小姐愁眉苦脸,再次恳求道:「李郎中,只要你跟爹爹不提及这件事, 小女子申计厚恩。」 李郎中点了点头答应了,于是给高小姐开了几副药方,就匆匆离开了周家。 没过多久,高小姐听到院里有动静,她爬起床,走到门边往外一看,只见高老爷正在鞭打府中的下人。 高小姐看到被鞭打之人后,赶紧冲过去拦住父亲, 爹,他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打他? 高老爷推开女儿怒吼道:「你们都有了野种,还想瞒着我,今天我就打死他。」 高老爷查出女儿和府里下人有私情后,这才明白对方为什么总是拒绝他安排的亲事。 可这是弱势传出去,岂不是让天下人都看了笑话? 高家是身份尊贵,地位显赫的大户人家,网上几代还出过近视,一个下人又怎么配得上高家的千金小姐呢? 朱大姑听了这些事情后,心里便有了一杆秤。 看来这位高老爷不同意这门亲事,可眼下女儿还没出嫁,就要生子,的确不能对外伸张。 朱大姑跟着对方走了一大段路,却是越走越偏僻,马上都要往大山里去了。 而且他记得没错的话,在眼前走二里路,就到了石花岗,那里都是死人的墓地,又被叫做死人谷。 哎哟,这还有多少路,我走不动了。 朱大姑有得双腿发软,脚底酸麻,于是便停下来歇了会。 歇了不到半炷香的功夫,刘三就开始催促道,大姑,要不我背您一段路吧,再耽误一会,就怕晚了。 朱大姑也明白,迟一分,产妇就多一分危险,可是这样急促赶路,即便他到了,也没力气接生了。 所以,他这是边走边缓息,到了地方才不耽误事。 朱大姑刚起身,眼睛猛然一睁,他看见对面的大枫树下,竟有一条蛇在不停地扭动身体,于是赶紧走近一看。 呀,这是一条母蛇,好像有些难产。 朱大姑见状,急忙过去帮忙。 刘三一把拉住朱大姑说道,大姑呀,一条蛇死了就死了,你管他做什么,我家小姐正等着您呢。 朱大姑听了这话脸色一沉,有些不高兴地说道,你这叫什么话? 他们虽与我们人类不同,可也是生灵,我既然见到了,又岂能见死不救。 刘三有些着急,急忙说道,大姑,他们是动物,生来就命见,不值得我们如此大费周章的。 朱大姑回头说道,要不了多久,如果你实在等不及,换个吻婆便是,在我眼里,蛇也好,人也好,都是活生生的一条命,更何况这还是一条母蛇,肚里的孩子还没出事呢。 刘三没有办法,只好站在一旁等着,出门前高小姐交代了,一定得恭恭敬敬地把对方请过去,总不能半途而废。 只见朱大姑蹲下身子,将母蛇的身体放平,然后双手轻柔地抚摸着蛇身,时而用指节敲几下。 好了,剩下的都要靠你自己了。 朱大姑忙活了半天,突然起身说道,刘三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他没想到,朱大姑连给蛇接生都可以,眼中流露出一丝敬重和复杂的神色。 怎么?没见过给母蛇接生吗? 这有什么?我接生的动物多着呢? 朱大姑有些得意道。 说到接生,每次看着那些新生命降临人世间,他都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白活。 没过一会,那条母蛇便生下一条小蛇出来,然后绕着母蛇爬了几圈,又来到朱大姑的脚下。 朱大姑将小蛇捧在手心,又见旁边的刘三一脸疑惑,便解释道,蛇有直接生蛋的,也有直接生小蛇的,直接生蛋的叫卵生,像这样生小蛇的叫卵胎生。 刘三听完点了点头,心里对朱大姑的见识非常敬佩。 大姑,我们可以走了吗? 刘三急忙问道。 好,可以走了。 朱大姑将小蛇放回母蛇身边,然后拍了拍手,准备离去。 这时,那母蛇却爬到刘三面前拦住了去路,直接张口向对方咬去。 刘三有些惊慌,好在手脚利索,及时躲了过去。 朱大姑走过去安抚了一下母蛇的情绪,然后笑话一旁的刘三道,蛇是通灵的,它们能分辨好人和坏人,不过它刚生完孩子,有些情绪也是正常,不要和它计较,我们快走吧。 那母蛇直起身体,目送着朱大姑离开,然后带着小蛇钻进了丛林。 路上耽误一会,它们到高府时,天色已经黑了。 朱大姑看着高家大宅,有些纳闷地问道,怎么这么喜庆的日子,门口灯笼都不点呢? 刘三愣了一下,随即解释道,可能是家里太忙了,小姐在后厢房,我们赶紧过去吧。 朱大姑也没有多想,跟着对方走进高宅,看着走来走去的家丁和丫鬟都低着头,他总感觉这户人家哪里有些不对劲。 等进了高小姐的闺房,朱大姑看到床上躺着一个女子,满头大汗地痛哼着,他急忙走过去查看了一下。 快去烧热水,估计也是难产,这下高小姐有罪瘦了。 朱大姑冲旁边几个侍候的丫鬟吩咐道,过了一会,几个丫鬟端来几盆热水,可是朱大姑的手放进去,却发现一阵刺骨的寒意, 席遍全身,让你们烧热水呢?怎么端来的都是凉水? 朱大姑有些气急败坏地呵斥了一句,奴婢从厨房端来的,都是热水呢? 丫鬟解释道,小青,瞎说什么?滚出去。 小兰,重新换一盆热水过来。 这时,刘三在一旁呵斥道, 咦?朱大姑眼珠子一转,觉得这件事有蹊跷。 怎么他进到高宅以后,没有看见高老爷的身影? 反而这刘三,一个管家,对家里上下指手画脚的,且高小姐身边的这些丫鬟被骂了却不敢吭声呢? 你也出去吧,这里交给我就好了。 朱大姑对刘三说道, 刘三,你别走,咱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这时,床上的高小姐突然喊了一声。 朱大姑听到这句话,脸色一变,赶紧向后退了几步,紧接着从袖带里掏出一把糯米扔了出去。 只见眼前的高宅突然消失不见了,朱大姑发现自己身处在荒郊野地上,而脚下踩的竟是一块坟地。 果然如此。 朱大姑也是见多识广,他通过刚刚那几句话便已经猜到,那高小姐和刘三都已去世,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骗过来呢? 朱大姑,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识破了,本想等你接生完,那时候你势必会元气大伤。 可惜啊,不过也没关系,该算这笔账了。 刘三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了对面。 高小姐,别躲着了,让我朱大姑见识一下你们的厉害。 朱大姑眼里并无巨色,他看着对面的刘三和高小姐冷笑道。 看来你要有准备。 刘三见朱大姑从怀中掏出一个统领,顿时有些吃惊道。 哼,我做了一辈子接生婆,什么痴妹王俩没见过,岂不知你们两个小鬼的这些微末伎俩。 朱大姑呵斥了一声。 原来在来的路上,朱大姑便已经瞧出一些端倪了。 他发现,刘三赶了十几里的路程,居然连气都没喘一下。 随后他又发现,刘三的块头比他大很多,可是走过的路却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朱大姑本想在半道上找机会离开,可是休息时,刘三一直在旁边盯着,他没有机会逃脱。 到了高宅以后,朱大姑已经识破眼前都是幻觉。 不过对方既然还没有恶意,他便不动声色,看看他们究竟想做什么。 当高小姐一句话暴露了自己和刘三的关系时,朱大姑便猜透了他们阴毒的计谋。 原来这一对鬼妹想借助她的生灵之气复活高小姐腹中的胎儿。 如果她真的中了计,恐怕现在已经命丧皇犬了。 记忆识破,长命来吧。 刘三和高小姐左右加攻,将朱大姑的退路直接封死了。 砰! 当两人攻击上来,朱大姑却放下了手中的铜铃,任由他们的攻击打在自己的身上。 你为什么不还手? 高小姐一愣,急忙看着对面的朱大姑问道。 这是相公欠你们的,今日我这条命还给你们。 朱大姑突然泪流满面道。 原来朱大姑的丈夫就是曾经给高小姐把脉的李郎中。 而那个与高小姐有私情的下人,就是刘三。 当高老爷抓住刘三以后,便吩咐下人将对方一顿痛打。 没想到失手给刘三打死了。 而这件事,高小姐一直以为是李郎中泄的命,于是便想尽一切办法报复。 李郎中告诉对方,自己没有泄命,可是对方哪里听得进去? 后来高小姐快要难产时,又将李郎中请了去。 她哭求道,李郎中,不要管我,一定要保住孩子。 高老爷却说道,别听他的,不能让野种生下来,保大人就行了。 因为高小姐之前动了胎气,所以这次难产非常棘手,李郎中处于医者的角度,最后还是选择了保大人。 高小姐得知自己流产后,悲痛欲绝,她冲李郎中愤恨地吼道,你害死了我的孩子,我不会放过你的。 没过几日,李郎中便听到了高小姐在家中自尽的消息。 为这件事,她一直非常愧疚,经常问妻子,如果我当初救的是孩子,是不是就不会如今天这般,是我害了两条性命啊? 朱大姑安慰着丈夫,她觉得丈夫并没有做错,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只能保住一个,丈夫作为郎中,自然是要保住高小姐性命的。 而高小姐作为一个母亲,她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也确实没有什么错,可是这个选择实在太难了。 李郎中因为这件事剃度出家,从此顿入空门,她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有愧高小姐母子,希望通过每日念经来为自己忏悔。 自从李郎中做了和尚,朱大姑便一直等着丈夫回来。 为了减轻丈夫的痛苦,朱大姑开始学习接生,每次接生,她都会尽自己所能让母子平安,让高小姐的悲剧不再发生。 可是高小姐和刘三并没有放下这段仇恨,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只是李郎中待在寺庙,他们没有靠近的机会。 于是他们的怨恨慢慢转移到了朱大姑的身上,可朱大姑皆生了无数生命,早已是功德无量。 后来刘三得知,可以让高小姐腹中胎儿吸取朱大姑的生灵之气,起死回生。 于是二人便谋划了一番,想要将朱大姑骗入他们的牧种之中,再遇加害。 刘三,放她走吧。 高小姐突然停下来说道,你疯了,她的生灵之气可以让我们起死回生呢。 刘三不甘心地说道,手中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 我们,原来你一直想复活的是你自己,根本不是我们的孩子。 高小姐怒视着对方说道,随即挡在了朱大姑的面前。 孩子没有了,我们可以再生,这种机会,自然是要复活我们,别傻了。 刘三冷笑一声,一掌将高小姐击飞,继续向朱大姑袭去。 原来这一切都是刘三谋划好的,她假借复活孩子的名义和高小姐联手,而实际的目的则是为了让自己还养。 这一刻,高小姐终于明白了,原来刘三对自己一直都是虚情假意,以前看中的只是高家的财产。 朱大姑,对不起,如果有机会,记得帮我和李郎中说一声,我已经原谅她了,她当初并没做错。 高小姐喊了一声,然后扑过来死死抱住刘三。 哼,就凭你也想阻止我。 刘三阴冷地笑道,随即抓住高小姐,一招将对方击飞出去。 结结结,刘三贪婪的目光看向朱大姑,只要吸了你的生灵之气,到时候我就可以还阳。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好久了。 朱大姑知道对面的刘三不好对付,她手握铜铃,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在她刚准备出手时,眼前一道黑影闪过,只见对面的刘三突然躺在地上哀嚎起来。 可恶,你敢坏我的好事。 刘三贝突然出现的一条青蛇咬了一口,痛得一直呲牙咧嘴。 青蛇咬了刘三一口后,迅速抽身躲开对方的攻击,只见她的身体逐渐变大,变成一条巨蟒厚口吐人言道,刘三,休要伤我恩人。 朱大姑看到这一幕,微微有些吃惊,因为她已经认出了对面的青蛇正是她接生的那条母蛇。 没想到,青蛇早已看出了刘三心怀不轨,她为了保护朱大姑,一路跟了过来。 在牧种幻境中,她见丫鬟端来的热水里面有毒,于是暗中将那盆热水换成了冷水,想借此提醒朱大姑小心。 朱大姑知道青蛇刚生完孩子,身体正是虚弱,可能不是刘三的对手,于是举起手中铜铃,和青蛇一起对上了刘三。 交手了几十回合,刘三渐渐不低,她目光一扫,退到高小姐身边时,静一把抓住对方威胁道,好啊,你们和高老爷有什么区别,静合起来欺负我,你们再动一下,我就让他行神俱灭。 朱大姑,你们不要管我,放了他,还会害了更多人的,小青,小红,都是被他害死的。 高小姐哭求道,朱大姑和青蛇都停了下来,他们看着刘三怒斥道,刘三,你还是不是人,她可是你的妻子。 刘三听完,怨恨地说道,哼,如果不是她,我能有今天吗?这都是她的报应。 刘三,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高小姐听着刘三嘴里说来的这些话,心在一瞬间凉透了。 她没想到自己一片痴心,为了对方和父亲闹掰,最后连命都舍弃了,而换来的却是这种结果。 刘三不甘地怒吼道,你一出生就是千金大小姐,从小衣食无忧,可你知道我们这些穷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我们这些人就因为投的命不好,难道就该被你们看不起,被人耻笑吗? 不,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看不起自己的。 高小姐说道,别一副假惺惺的样子,你和高老爷一样,从来没有将我看在眼里。 刘三愤恨地说道,阿弥陀佛,若言处处受生,顾名众生者。 此句业力五道流转也。 宇宙万物同一元,众生平等共一心。 人也罢,草也罢,一念物,众生就是佛,一念你,佛即是众生。 众生与佛一体无别,平等平等。 这时候,一个和尚和一个老者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刚刚那些话便出自和尚的口中。 相公,你终于啃出来了。 朱大姑看到来人后,一脸惊喜地喊道,阿弥陀佛,施主所为,功德无量,贫僧惭愧。 眼前的和尚正是李郎中,如今他已经放下过去,真正做到了以慈悲祭天下的境界了。 爹! 高小姐看到和尚旁边的老者后,哭着喊了一声。 孩子,爹对不起你。 高老爷看着女儿有些愧疚地说道。 哼,既然你们都来了,那今天就彻底做个了断吧,谁也别想好。 刘三嘶吼道。 刘三,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同意把女儿嫁给你吗? 其实我给过你机会的,只是你让我太失望了。 高老爷看着对面的刘三说道。 刘三听到这句话,突然想起之前高老爷把账本交给他清算的事情。 而当时他为了贪图那些银子,便做了假账蒙骗对方。 不,不可能。 你怎么会同意把女儿嫁给我? 更不会把高家都交给我。 你骗我,一定是你骗我的。 刘三回想起这一幕,心中既不甘,又懊悔道。 不是我骗了你,是你自己骗了自己啊。 高老爷难过道。 原来高老爷当初之所以不同意把女儿嫁给刘三,是因为看清了对方的人品,而不是对方穷人的身份。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既然我们活着不能在一起,就让我们死后永远不分开吧。 刘三心中意狠,打算与高小姐一起灰飞烟灭。 归依佛,不惰地狱,归依法,不惰恶鬼,归依僧,不惰旁生,纳摩阿弥陀佛。 李郎中双手合十,头顶金光闪闪,只见刘三的身体突然被一层佛光笼罩住,飘到空中,身体不能动弹。 放下,便是重生,舍弃,便是拥有。 李郎中念了几句佛语后,刘三的身体便化作一缕光消失不见了。 相公 高小姐看到这一幕,心中还是有些不舍道。 李郎中,对不起,是我害得你们夫妻不能相聚。 高小姐看着对面的李郎中和朱大姑,满是愧疚道。 李郎中摇了摇头,转过头看着妻子笑道,我们一直在一起,从未分开过,不是吗? 朱大姑听到这一句话也笑了,她哭着点头道,对,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高小姐这一刻终于明白了,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生死离别,可心只要在一起,便永远不会分开。 最后,高小姐和父亲道别后,便去投胎转世了,人无执念,心中有爱,一生才不会留下遗憾。 李郎中和朱大姑因为济世救人,在人间功德无量,最后都修得正果。 至于青蛇,也因为知恩图报,一直跟在朱大姑身边,后来也成功修成人形。 人们为了纪念李郎中和朱大姑,想要把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世代传承下去,特意给他们修建了一座寺庙。 如今,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总是会想起那些先辈们无私的奉献,如果不是他们努力地创造,又何来即日幸福安康的生活呢?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感恩,让这种精神永不止息。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小山村里,有个叫李明的青年,他勤劳善良,是村里出了名的好青年。 这日,李明经过媒婆的介绍,与邻村的一个叫小红的女子订了婚。 小红容貌秀丽,性格温柔,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转眼到了成婚的日子,李明一大早就带着迎亲的队伍,兴高采烈地前往小红家迎娶新娘。 按照当地的习俗,新娘要做花轿,被抬到新郎家,以示尊重和喜庆。 花轿早已装饰得富丽堂皇,四周绣满了吉祥的图案,轿顶还插着鲜艳的彩旗,十分喜庆。 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李明骑在高头大马上,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花轿由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着,他们个个精神抖擞,信心满满地准备把新娘平安送到李明家。 然而,就在迎亲队伍走到半路时,意外发生了。 原本轻松抬着花轿的四个小伙子,突然感觉轿子变得异常沉重,仿佛里面坐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山。 他们咬紧牙关,使出浑身解数,却仍然无法挪动花轿分毫。 李明健壮,赶紧下马询问情况。 他试着去推花轿,也感觉到一股难以言喻的阻力。 他心中不禁生起一股莫名的恐惧,难道这花轿里除了小红,还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就在众人惊慌失措之际,媒婆赶了过来。 他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所在,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他走到花轿前,低声说道,花轿不能走回头路,你们得继续往前走,才能解开这个谜团。 李明和众人听了媒婆的话,心中虽然疑惑,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 他们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抬着花轿,生怕出什么差错。 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花轿始终纹丝不动,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禁锢住了一般。 就在众人即将绝望之际,突然一阵阴风吹过,吹得花轿上的彩旗烈烈作响。 紧接着,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在花轿内响起,耳等凡人,何敢饶我清修? 速速退去,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众人闻言,吓得魂飞魄散,纷纷后退几步。 李明强压下心中的恐惧,壮着胆子问道,敢问教中何方神圣? 我等只是迎娶新娘,并无冒犯之意。 花轿内沉默了一会儿,那个声音再次响起,吴乃山中修炼千年的狐仙,因修炼走火入魔,被困于此。 而等若要前行,需答应我一个条件。 李明心中意紧,但想到小红还在教中,她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她问道,不知仙人有何条件? 只要我等能做到,定当竭尽全力。 胡仙说道,无须而等寻来一枚千年灵芝,方可破解我的困境。 而等若能寻得此灵芝,我便放你们过去,否则。 话未说完,但众人已经明白了胡仙的意思。 李明心中虽然犯难,但想到小红的安危, 她毅然决然地答应了下来。 她转身对众人说道, 大家别慌,我们先去寻找千年灵芝,一定能破解这个谜团。 于是,迎亲的队伍暂时放下了花轿,开始四处寻找千年灵芝。 他们翻山越岭,历尽艰辛, 终于在一个深山老林中找到了那枚传说中的千年灵芝。 李明小心翼翼地捧着灵芝回到花轿前,按照胡仙的指示将灵芝放在了轿前。 只见灵芝一落地,便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整个山林都为之震动。 光芒消散后,花轿内的胡仙声音变得柔和了许多, 耳等果然守信, 无便放你们过去。 不过,无需告诫耳等, 此事不可外传, 否则无必降灾于耳等。 说吧, 花轿突然变得轻如红毛, 四个小伙子轻而易举地便抬了起来。 他们继续前行, 不久便平安地将小红送到了李明家。 新婚之夜, 李明和小红坐在床头, 李明将白天的经历一五一时地告诉了小红。 小红听后, 惊得目瞪口呆, 半嗓才回过神来。 他紧紧握住李明的手, 说道, 夫君, 我们今后一定要小心行事, 切莫惹怒了那位胡仙。 两人相识一笑, 心中都明白, 这段婚姻虽然经历了一番波折, 但最终还是收获了幸福。 而那个关于胡仙的秘密, 也被他们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成为了一段永不外传的佳话。 然而, 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李明和小红的婚后生活虽然平静幸福, 但那个胡仙的阴影却始终萦绕在他们的心头。 他们时常会想起那个诡异的迎亲日, 想起那个被困在花窖中的胡仙。 而那个胡仙, 似乎也并未完全离开他们的生活继续写完下半段故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 李明和小红的生活越发甜蜜。 他们共同操持着家业, 孝敬着双亲, 恩爱有家, 成为了村里人人羡慕的一对。 然而, 就在他们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平静下去的时候, 意外再次发生了。 一日, 李明去山上砍柴, 意外发现了一处隐秘的山洞。 他好奇地走了进去, 却发现洞内石壁上刻满了奇异的符号和图案。 他仔细端详, 觉得这些符号似乎与那天胡仙所说的话有关。 李明心中一动, 他想起了胡仙所说的不可外传的告诫, 但又觉得这些符号可能与胡仙的困境有关。 他犹豫了许久, 最终决定回家与小红商量。 小红听了李明的描述, 也觉得事情非同小可。 两人经过一番商议, 决定再次前往山洞, 探寻其中的秘密。 他们带着工具, 小心翼翼地进入山洞。 经过一番搜寻,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隐藏在石壁后的秘密通道。 通道内漆黑一片, 阴风阵阵, 仿佛通向另一个世界。 李明和小红手牵手, 小心翼翼地沿着通道前行。 他们越走越深, 直到来到一个宽敞的石室。 石室内摆放着一个石台, 台上放着一枚闪闪发光的灵珠。 两人对视一眼, 都明白这灵珠定与狐仙有关。 他们走上前去, 想要拿起灵珠, 却突然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它们推开。 就在这时, 一个威严的声音在石室内响起, 尔等凡人, 竟敢擅闯无知禁地。 若非尔等曾助我脱困, 今日定不轻饶。 李明和小红吓得连忙跪倒在地, 磕头求饶。 他们解释道, 仙人息怒, 我等并非有意冒犯。 只是觉得这些符号与仙人的困境有关, 想要探寻一二, 以助仙人解脱。 狐仙沉默了一会儿, 声音变得柔和了些, 尔等之心, 无以知晓。 这灵珠乃无修炼之精华, 若尔等能寻得另一枚与之相配的灵珠, 无便可彻底解脱。 然而, 此路凶险, 尔等可愿一事。 李明和小红对视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他们齐声说道, 为了仙人, 也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愿意一事。 狐仙文言, 发出一声长叹, 既如此, 无便助而等一臂之力。 但切记, 此路凶险,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说吧, 狐仙便传授给了他们一些法术和指引, 帮助他们寻找另一枚灵珠。 李明和小红感激涕灵, 拜别了狐仙, 踏上了新的征程。 他们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在一处险峻的山谷中找到了那枚相配的灵珠。 然而, 在取珠的过程中, 他们却遭遇了凶猛的妖兽和险恶的陷阱。 好在有狐仙传授的法术相助, 他们终于化险为夷, 成功取得了灵珠。 当他们带着两枚灵珠回到山洞时, 却发现狐仙已经不见了踪影, 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时事和一封书信。 信中写道, 儿等已得灵珠, 无知困境已解。 无以去往仙界, 儿等好自为之, 勿在相扰。 李明和小红看完信后, 心中既感慨又惋惜。 他们知道, 这段奇妙的经历 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而那个神秘的狐仙 也将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然而, 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李明和小红在日后的生活中, 时常会想起那个狐仙 和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他们时常会到山洞前祭拜狐仙, 感谢他的恩赐和指引。 而那个山洞 也成为了村里的一个神秘传说。 有人说, 那里住着一位狐仙, 守护着村子的安宁。 也有人说, 那里隐藏着无尽的宝藏和秘密。 但无论如何, 那个山洞和那位狐仙 都成为了李明和小红心中 永远的谜团和回忆。 故事的结局留下了悬念, 让读者在想象中 继续延续这段奇幻的旅程。 或许, 有一天, 李明和小红的后人 会再次踏上这段旅程, 揭开那个狐仙和山洞背后的 更多秘密。 古时, 有个叫封阳县的小县城, 城里有个叫马小六的男子, 此人二十出头, 长得一表人才, 可家境贫寒, 一直娶不上媳妇。 马小六父母早逝, 如今孤身一人, 平日里靠打邻宫和邻居们的 接济为生, 日子勉强过得去。 这日, 马小六在镇上干完活, 挑着空担子往家赶, 刚走到村口, 忽然看见路边 躺着一个年轻女子, 那女子衣衫褪褛, 面色苍白, 似乎受了很重的伤。 马小六是个善良之人, 见女子伤势严重, 不敢耽搁, 连忙将她背回了家, 又请来了郎中为她诊治。 郎中为女子诊了脉, 又检查了她的伤口, 眉头紧锁道, 她伤势不轻, 需要静养些时日, 我这就去给她抓药, 你快去准备些吃食吧, 她醒来之后定会饿的。 马小六连连点头, 连忙去厨房生火做饭。 一个多时之后, 女子缓缓睁开了眼睛, 马小六见她醒来, 连忙端来一碗热粥, 为她喝下。 女子喝完粥后, 精神好了许多, 她看着马小六, 感激道, 多谢恩公相救, 小女子无以为报, 愿以身相许, 不知恩公意下如何。 马小六一听这话, 顿时羞红了脸, 她挠了挠头, 直之吾吾道, 姑娘言重了, 在下救你, 并非贪图你的美色, 而是不忍见死不救, 姑娘不必放在心上。 女子一听这话, 顿时羞得满脸通红, 她低着头, 小声道, 恩公, 你误会了, 小女子并非那种水性洋花之人, 我是真心实意想嫁给你为妻的。 马小六文言, 心中一阵激动, 她早就对女子心生好感, 只是觉得自己家境贫寒, 配不上她, 这才没有表露心计。 如今见女子主动提出嫁给她, 她自然是欣喜万分, 当下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马小六和女子成了亲, 婚后二人相敬如宾, 恩爱有加, 小日子过得十分甜蜜。 然而好景不长, 半年后的一天, 马小六的妻子忽然病倒了, 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 没过多久便去世了。 马小六伤心欲绝, 整日里以泪洗面, 整个人都变得唯靡不振。 这天, 马小六正在家中思念亡妻, 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他连忙起身去开门, 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道士。 那道士自称云游至此, 见天色已晚, 想在马小六家借宿一晚。 马小六是个善良之人, 见道士风尘仆仆, 衣衫褴褛, 心中不忍, 便将他请进了屋。 道士进屋后, 见马小六面带愁容, 便出言询问他遇到了什么难事。 马小六叹了口气, 将妻子去世的事情告诉了道士。 道士闻言, 皱了皱眉, 说道, 你妻子去世时, 可有什么异常之处? 马小六仔细回想了一下, 说道, 他去世前, 曾说自己做了个噩梦, 梦中有一个轻面獠牙的恶鬼在追他, 他被吓得魂飞魄散, 醒来后便一病不起了。 道士闻言, 心中一动, 说道, 你妻子恐怕是被恶鬼缠身了, 你带我去他的坟前看看, 我或许能查出些什么。 马小六一听这话, 顿时激动起来, 他连忙带着道士来到了妻子的坟前。 道士围着坟墓转了几圈, 忽然停下脚步, 指着坟墓说道, 这坟墓被人动了手脚, 里面埋的根本不是你妻子的尸骨。 马小六闻言, 大惊失色, 他连忙跪在坟前, 哭道, 娘子, 我对不起你, 我竟然连你的尸骨都保护不了。 道士健壮, 叹了口气, 说道, 你且起来, 待我破了这些树, 自然能找出你妻子的尸骨。 说着, 道士从怀中掏出一张符纸, 口中念念有词, 然后将符纸贴在了坟墓上。 片刻后,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坟墓炸开了一个大洞, 里面冒出一股黑烟, 紧接着, 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 从洞里钻了出来。 那恶鬼一见到马小六, 便张牙舞爪地朝他扑了过来。 道士健壮, 连忙掏出一张符纸朝恶鬼扔了过去, 那符纸化作一道金光, 将恶鬼定在了原地。 道士趁机掏出一把匕首, 刺向了恶鬼的心脏, 只听扑的一声轻响, 恶鬼应声倒地, 化作一缕青烟, 消散在了空气中。 马小六见状, 心中大害, 他连忙问道, 道长, 这恶鬼究竟是何来历? 为何要害我妻子? 道士叹了口气, 解释道, 这恶鬼名叫狸鬼, 乃是一个山贼所化, 他生前作恶多端, 死后化为狸鬼, 继续为非作歹。 他见你妻子貌美, 便想将其掳走做鬼妻, 这才害死了他。 幸好我及时赶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马小六闻言, 恨得咬牙切齿, 他怒道, 这离鬼真是可恶至极, 害得我妻离子散, 我定要找他报仇雪恨。 道士摇头道, 离鬼已经魂飞魄散, 你再找他报仇, 也无济于事。 如今最重要的是, 找到你妻子的尸骨, 让他入土为安。 说着, 道士在坟墓中翻找起来, 不一会儿便找到了一个墓盒, 打开一看, 里面正是马小六妻子的尸骨。 马小六见状, 痛哭流涕, 他抱起妻子的尸骨, 说道, 娘子,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这就带你回家。 道士见状, 心中也颇为感慨, 他说道, 你且将你妻子的尸骨带回家中安葬, 我明日再来为他超度亡魂, 让他得以安息。 马小六连连点头, 千恩万谢地将道士送出了门。 四日一早, 道士如约而来, 为马小六的妻子超度了亡魂, 又帮他选了一处风水宝地安葬。 马小六感激不已, 他跪在道士面前, 说道, 道长的大恩大德, 我马小六铭记在心, 日后若有需要, 我必当竭尽全力报答。 道士微微一笑, 说道, 你且起来吧, 频道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如今你妻子的事情已经了结, 你也该重新振作起来, 好好生活才是。 马小六点头称是, 心中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然而, 就在马小六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的时候,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 马小六正在家中干活, 忽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他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迹, 去开门一看, 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 那女子长得眉清目秀, 气质不凡, 她一见到马小六, 便开口问道, 请问您是马小六吗? 马小六点了点头, 疑惑地问道, 我是马小六, 姑娘有何事? 那女子微微一笑, 说道, 我叫林婉儿, 是专门来找你的。 马小六闻言, 心中一阵疑惑, 她问道, 姑娘找我何事? 我们似乎并不相识。 林婉儿笑道, 你虽然不认识我, 但我却认识你。 我此次前来,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说着, 林婉儿从怀中掏出一封信, 递给了马小六。 马小六接过信一看, 只见信封上写着马小六亲戚几个字, 她心中一阵激动, 连忙拆开信封看了起来。 信中写道, 小六,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其实, 我并非普通人家的女子, 而是来自一个神秘的家族。 我族中有一件传家之宝, 名为幽明珠, 此珠能通阴阳, 长生死。 我族中长辈曾预言, 幽明珠将会在我这一带 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如今, 我已经被那些 寄予幽明珠的恶人所害, 临终前, 我将幽明珠交给了我的好友林婉儿, 让她代为保管。 我希望你能找到林婉儿, 与她一起守护幽明珠, 防止她落入恶人之手。 切记, 幽明珠事关重大, 你务必要小心行事。 马小六看完信后, 心中惊涛骇浪, 她没想到 自己的妻子竟然 来自一个如此神秘的家族, 更没想到 她还留下了一件 如此重要的传家之宝。 她抬头看向林婉儿, 问道, 林姑娘, 我妻子的信中所言, 可都是真的。 林婉儿点头道, 句句属实, 我此次前来, 就是奉你妻子之托, 将幽明珠交给你。 不过, 在此之前, 我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 说着, 林婉儿将幽明珠交给了马小六, 然后低声说道, 你妻子的死并非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为之。 那些觊觎幽明珠的恶人 一直在暗中盯着你妻子, 他们见你妻子将幽明珠交给我后, 便对你妻子下了毒手。 你如今要做的, 就是查出这些恶人的身份, 为他们报仇血恨。 马小六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他紧握双拳, 说道, 请林姑娘放心, 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为我妻子报仇。 林婉儿点了点头, 说道, 我相信你。 不过, 你要小心行事, 那些恶人可不是一般的江湖潇晓, 他们背后有着庞大的势力。 你若是贸然行动, 很可能会遭到他们的毒手。 马小六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我明白, 我会小心行事的。 多谢。 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 有个名叫李铁柱的年轻木匠。 他手艺精湛, 为人和善, 深受村民们的喜爱。 这天, 李铁柱像往常一样, 拿着斧头去山上砍树, 准备给村里的张大娘做张新床。 山路崎岖, 李铁柱走得小心翼翼。 忽然, 他听到一阵微弱的呻吟声, 寻声望去, 只见一条母蛇正痛苦地蜷缩在草丛中, 显然是难产了。 李铁柱心中一软, 放下斧头, 走过去仔细观察。 他发现母蛇的腹部异常肿胀, 几个蛇蛋卡在那里, 无法顺利铲出。 李铁柱虽然是个木匠, 但平时也读过一些医书, 懂得一些基本的医术。 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轻轻地按摩着母蛇的腹部, 帮助他顺利地铲下蛇蛋。 经过一番努力, 母蛇终于成功地铲下了所有蛇蛋。 他感激地看着李铁柱, 眼中闪烁着泪光。 李铁柱见母蛇无恙, 便准备继续砍树。 就在这时, 母蛇突然开口说话, 恩公, 你救了我的性命, 我必须报答你。 今晚你回家时, 千万别走正门, 否则会有大祸临头。 李铁柱一听, 吓得魂飞魄散。 他结结巴巴地问, 你, 你怎么会说话? 还有, 你说的大祸是什么意思? 母蛇解释道, 我是山中的灵蛇, 因修炼多年而能开口说话。 至于大祸, 我暂时不能透露太多, 但请你务必相信我, 今晚回家别走正门。 说完, 母蛇便消失在草丛中, 只留下李铁柱一人 在原地发呆。 他心中忐忑不安,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思前想后, 他决定暂时放下砍树的事情, 提前回家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傍晚时分, 李铁柱悄悄地回到村庄。 他环顾四周, 发现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异常之处。 然而, 当他走到自家门口时, 却发现门缝里透出 丝丝诡异的气息。 他心中一紧, 响起母蛇的叮嘱, 决定绕到屋后, 从窗户进屋。 他轻轻推开窗户, 跳进屋里。 屋里一片漆黑, 他默黑点亮了桌上的油灯。 这时, 他听到正门处 传来轻微的响动。 他心中一惊, 悄悄走到门口, 从门缝里往外看。 只见一个身穿黑衣的陌生人 正站在门外, 四处张望。 他鬼鬼祟祟的样子, 显然不是来串门的。 李铁柱心中一沉, 暗想, 难道这就是母蛇所说的大祸? 他悄悄回到屋里, 思索对策。 突然, 他想到了村里的张列护。 张列护身强力壮, 勇猛无比, 而且为人正直, 乐于助人。 李铁柱决定去请张列护 来帮忙捉拿这个陌生人。 他悄悄地从窗户跳出, 直奔张列护家。 张列护正在家中吃饭, 听说李铁柱家可能有贼人, 立刻放下碗筷, 拿起弓箭就跟李铁柱挽回赶。 两人悄悄地绕到李铁柱家门前, 张列护一键射去, 将那个陌生人钉在了地上。 他们上前一看, 发现这个陌生人竟然是个江阳大盗, 身上还藏着不少脏物。 原来, 这个江阳大盗早就盯上了李铁柱家, 打算趁他不在家时, 入室行窃。 没想到李铁柱提前回家, 还从母蛇那里得到了警示, 这才逃过一劫。 张列护将江阳大盗捆了起来, 准备贴亮后送交官府。 李铁柱感激不已, 连连道谢。 张列护摆摆手说, 铁柱啊, 你这次能逃过一劫, 全靠那条母蛇的提醒。 以后你可要好好报答他呀。 李铁柱正中地点点头, 心中对母蛇充满了感激之情。 他决定以后每天都要去山上 看看母蛇和他的孩子们, 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 第二天, 李铁柱带着一些食物和水来到了山上。 他找到了母蛇的藏身之处, 将食物和水放在一旁。 母蛇看到李铁柱, 眼中闪过一丝欣喜的光芒。 他游过来, 用头轻轻地蹭着李铁柱的手, 仿佛在表达感激之情。 李铁柱看着母蛇和他的孩子们, 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喜悦。 他知道自己和这些灵蛇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 这种联系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 李铁柱和母蛇的友情越来越深厚。 他也逐渐从母蛇那里学到了一些神秘的医术和法术, 这让他在村里变得更加受人尊敬。 而那条母蛇也因为李铁柱的照顾而修炼得更加精进, 成为了山中的守护神。 然而, 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有一天, 村里突然来了一伙恶霸, 他们仗着人多势众, 在村里为非作歹, 欺压百姓。 村民们敢怒不敢言, 只能忍气吞声。 李铁柱看到这一幕, 心中愤慨不已。 他决定利用自己从母蛇那里学来的法术, 为民除害。 他找到那伙恶霸, 与他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经过一番激战, 李铁柱终于将恶霸们一一制服, 为村里带来了久违的安宁。 然而, 就在李铁柱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他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 那伙恶霸背后竟然有一个更大的阴谋, 他们想要利用村子的地理位置, 进行一项不可告人的勾当。 李铁柱决定深入调查这个阴谋, 揭开背后的真相。 他四处奔走, 收集线索, 逐渐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 这个网络涉及到村里的许多权贵和富商, 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牺牲村民的幸福和安全。 李铁柱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 他知道自己单凭一己之力, 很难对抗这个庞大的犯罪网络。 然而, 他并没有放弃。 他想到了母蛇和那些灵蛇们, 决定向他们求助。 他来到山上, 向母蛇述说了自己的困境。 母蛇听后, 眼中闪过一丝决然的光芒。 他告诉李铁柱, 他将召集山里的所有灵蛇, 一起帮助他对抗这个犯罪网络。 李铁柱感激不已, 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对抗恶势力的力量。 他和母蛇一起制定了详细的计划, 准备一举捣毁这个犯罪网络。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李铁柱带领着灵蛇们展开了行动。 他们悄无声息地潜入那些权贵和富商的府邸, 将他们一一制服。 经过一番激战, 他们终于将这个犯罪网络彻底摧毁。 村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 欢呼雀跃, 纷纷称赞李铁柱是村里的英雄。 而李铁柱也深知, 这一切都离不开母蛇和那些灵蛇们的帮助。 然而, 就在李铁柱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他却发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秘密。 原来, 那个江阳大道只是这个犯罪网络的一个小小棋子, 他背后还有一个更加神秘和强大的势力在操控着一切。 这个势力究竟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针对这个小小的村庄? 李铁柱决定继续深入调查, 揭开这个更加庞大的阴谋。 然而, 这个势力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危险之中, 甚至连母蛇和那些灵蛇们也无法保护他。 在一次意外中, 李铁柱被这个势力的手下抓住, 带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他被关在一个黑暗的牢房里, 四周弥漫着恐怖和死亡的气息。 在牢房里, 李铁柱遇到了一个神秘的牢者。 牢者告诉他, 这个势力其实是一个古老的邪教组织, 他们一直在寻找一种神秘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就隐藏在这个村庄的深处。 李铁柱听后心中一惊, 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邪教组织为什么会对这个村庄下手。 然而, 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身处险境, 随时都可能丧命。 就在李铁柱感到绝望的时候, 老者却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原来, 他手中的一把祖传斧头, 竟然蕴含着神秘的力量, 可以对抗邪教的魔法。 李铁柱听后心中一动, 他决定利用这把斧头, 逃出牢房, 揭穿邪教的阴谋。 他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智慧, 成功地从牢房中逃脱出来, 并找到了那把祖传斧头。 他手持斧头, 与邪教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经过一番激战, 他终于将邪教的首领击败, 拯救了村庄和所有的村民。 然而, 就在李铁柱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他却发现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 原来, 那把祖传斧头的力量远不止于此, 他竟然隐藏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秘密。 李铁柱站在村口, 望着远方的山脉, 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期待。 他知道, 自己的冒险才刚刚开始, 而前方的路还充满了未知和挑战。 他深吸一口气, 决定继续前行, 去揭开那个隐藏在斧头背后的秘密。 而母蛇和那些灵蛇们, 也将会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 然而, 那个神秘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斧头的力量又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和危险? 这一切都将成为李铁柱未来冒险的未知数。 而读者们也将随着李铁柱的脚步, 一起踏上这段充满奇幻和冒险的旅程, 去探寻那隐藏在斧头背后的秘密。 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 有一个叫做柳西的小村庄, 这里山清水秀, 民风淳朴。 村中有个年轻的木匠, 名叫李一丰, 手艺精湛, 为人善良, 深受村民们的喜爱。 这一年的清明节, 李一丰如往常一样, 带着工具和纸钱, 前往村后的坟地祭拜仙人。 柳西村的习俗是, 每逢清明, 家家户户都要前往祖坟, 天土扫墓, 以表孝心。 坟地位于村后的一座小山坡上, 四周古墓参天, 寂静幽深。 李一丰一边祭拜着仙人, 一边心中默念着家族的兴衰时, 不禁感慨万千。 就在此时, 他忽然听到一阵轻柔的脚步声, 似乎有人正在靠近。 他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子, 缓缓向他走来。 这女子容貌绝美, 宛如仙子下凡, 但奇怪的是, 她的双脚似乎并没有粘地, 而是飘飘然的前行。 李一丰心中一惊, 但她并没有贸然出声, 只是静静地观察着这个神秘的女子。 女子走到她的面前, 微微一笑, 说道, 你要娶我。 李一丰愣住了, 她并不认识这个女子, 更不知道她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 她试探性地问道, 姑娘, 你是何方神圣? 我们素未谋面, 你为何会说这样的话? 女子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轻轻一笑, 说道, 你只需记住, 我是鬼怪仙灵中的一员, 若你愿意娶我, 我便能给你带来无尽的财富和权利。 李一丰心中一动, 但她并没有被财富和权利所迷惑, 而是谨慎地问道, 姑娘, 你既然是鬼怪仙灵, 为何要选择一个普通的木匠为序? 女子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说道, 因为我看中了你的善良和才华。 在这个世界上, 财富和权利虽然重要, 但更难得的是一颗纯净善良的心。 李一丰被她的话所打动, 但她仍然有所顾虑, 于是问道, 姑娘, 我如何才能相信你呢? 女子微微一笑, 说道, 你无需相信我, 只需相信自己的感觉。 若你觉得我值得托付终身, 那就娶我为妻吧。 李一丰沉默片刻, 心中权衡利弊, 最终她决定相信这个神秘的女子。 她站起身来, 深深地鞠了一躬, 说道, 姑娘, 我愿意娶你为妻。 女子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她轻轻拉起李一丰的手, 说道, 那么, 从今以后, 我们便是夫妻了。 李一丰点了点头, 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激动。 她并不知道未来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困境, 但她相信, 只要他们携手同行, 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就这样, 一个普通的木匠和一个神秘的女子, 在坟地之中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们的故事传遍了整个柳西村, 成为了村民们口中津津乐道的奇闻异事。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李一丰一如既往的勤劳善良, 她的木匠手艺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而那个神秘的女子也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丈夫的事业和家庭。 她时常在夜间出没, 为村民们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她的名声渐渐传遍了整个地区。 然而, 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有一天, 李一丰在工地上不慎受伤, 昏迷不醒。 村民们纷纷前来探望, 但无人能解她的病症。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际, 那个神秘的女子出现了。 她轻轻抚摸着李一丰的脸庞, 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担忧和爱意。 她取出一颗晶莹剔透的丹药, 放入李一丰的口中。 不久之后, 李一丰的伤势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 村民们惊叹不已, 纷纷向神秘女子道谢。 而李一丰也对她感激涕零, 更加坚定了与她共度一生的决心。 然而, 好景不长。 有一天, 一个邪恶的道士闯入了柳西村。 她得知了神秘女子的身份后, 心生贪念, 想要将她收为弟子, 以便利用她的力量为自己谋取私利。 道士找到神秘女子, 企图说服她加入自己的门派。 但女子坚决拒绝了她的要求, 并表示自己只愿与李一丰共度余生。 道士恼羞成怒, 决定对李一丰下手, 以迫使女子就范。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道士悄悄潜入了李一丰的家中。 她施展妖术, 将李一丰困在了一个幻境之中。 在这个幻境中, 李一丰看到了自己与神秘女子美好的未来, 但她却无法挣脱束缚, 回到现实。 神秘女子察觉到了异常, 她迅速赶到李一丰的身边。 她发现李一丰被困在幻境之中, 心中焦急万分。 她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打破幻境, 但却无济于事。 就在她束手无策之际, 她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取出一颗红色的珠子, 这是她的护身法宝之一。 她将珠子放在李一丰的手中, 低声念诵咒语。 随着咒语的念诵, 珠子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光芒逐渐扩散开来, 形成了一个神秘的图案。 神秘女子双手结印, 口中念念有词, 她的声音充满了力量与决心。 随着她的咒语声越来越高亢, 幻境开始出现了裂痕。 那些裂痕如同蜘蛛网般扩散开来, 逐渐将幻境撕裂成碎片。 李一丰被光芒笼罩, 她的意识逐渐恢复了清醒。 她看到了身边的神秘女子, 眼中充满了感激与爱意。 道士的幻境被打破, 她愤怒地现身出来, 面目猙獰。 她恶狠狠地盯着神秘女子, 怒声道, 你竟然敢破坏我的幻境, 今日我便让你付出代价。 神秘女子并不畏惧, 她淡淡地看着道士, 说道, 邪恶之人, 你以为你的妖术能够伤害到我吗? 今日我便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 说着, 她双手一挥, 一道强大的能量波向道士席卷而去。 道士脸色大变, 她急忙施展法术抵挡。 然而, 神秘女子的力量太过强大, 她的法术瞬间被击溃。 道士惨叫一声, 被能量波击中, 瞬间化为一阵清烟消散在空气中。 邪恶的力量消散后, 柳西村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村民们纷纷从家中走出, 看到神秘女子和李一峰安然无恙, 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纷纷上前道谢, 感谢神秘女子为村庄除去了邪恶。 李一峰紧紧握着神秘女子的手, 眼中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他知道, 没有她, 自己或许早已命丧道士之手。 他深情地看着她, 说道, 谢谢你, 是你救了我, 也救了整个村庄。 神秘女子微微一笑, 说道, 我们是夫妻, 本就应该共同面对一切。 只要我们携手同行, 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村民们为李一峰和神秘女子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感谢他们为村庄带来的安宁与幸福。 从此以后, 柳西村再也没有发生过邪恶之事, 村民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而李一峰和神秘女子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小巧精致的木匠铺, 生意兴隆, 才员广进。 神秘女子用自己的力量为村民们治病救人, 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与喜爱。 李一峰在妻子的帮助下, 不仅木匠手艺更上一层楼, 还学会了许多神秘的法术。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为村民们解决了许多难题, 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 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他们时常前往坟地祭拜仙人, 为那些逝去的亲人祈祷安息。 他们也经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用自己的力量为这个世界带来光明与希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一峰和神秘女子的故事传遍了整个华夏大地。 他们的善良与勇敢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楷模, 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激励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 而那个曾经寂静幽深的坟地, 也因为他们的存在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每当夜幕降临之际, 总能看到一对恩爱的夫妻手牵手漫步在月光下, 他们的身影在夜空中若隐若现, 仿佛是两个神仙在人间游玩。 就这样, 李一峰和神秘女子用他们的爱情与勇气 书写了一个传奇般的民间故事。 他们的故事成为了华夏大地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永远流传在人们的心中。 而在这个充满奇幻与神秘的世界里, 还有许多未知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与发现。 或许在某一个角落里, 正有一个神秘的仙子在等待着他的命中注定之人, 或许在某一座山峰之巅, 正有一个勇敢的少年在与恶龙搏斗, 或许在某一条河流之畔, 正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歌唱着动人的歌谣。 这个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与奇迹, 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体验、去追寻, 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奇幻与神秘。 而那些美好的故事和经历, 也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古时,有一木匠叫杜宇, 此人身怀绝技, 不管是雕梁画动, 还是桌椅板凳, 只要是他做出来的东西, 皆栩栩如生, 唯妙唯笑, 深受乡亲们的喜爱。 这一年, 杜宇外出做工, 雇主见他手艺好, 便多留了他几日。 待完工后, 杜宇便收拾东西, 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日, 杜宇行至一座大山时,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看样子是快要下雨了。 杜宇赶紧加快了脚步, 奈何山路崎岖, 杜宇走得很是吃力。 就在这时, 杜宇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他环顾四周, 发现声音是从一个山洞里传出来的。 杜宇心中好奇, 便小心翼翼地靠近山洞查看情况。 带来到洞口时, 杜宇借着闪电的光亮朝里面望去, 这一看不要紧, 直接吓得他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山洞里有一个穿着红色嫁衣的女子, 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 而她的双手双脚皆被铁链锁住。 杜宇看到这一幕, 心中大惊, 暗道, 这女子是谁? 为何会被锁在此处? 这时, 女子也发现了杜宇, 她连忙开口道, 恩公, 求您救救我, 我本是山下刘家村人士, 名唤刘孟瑶, 前几日上山采药时, 被一鬼物掳到此处, 她每日都来吸我洋气, 以此来修炼邪术, 求恩公救救我。 杜宇听完刘孟瑶的讲述后, 心中很是同情她的遭遇, 她环顾四周, 发现铁链上有一把锁头, 锁头上挂着一串钥匙。 杜宇连忙走过去拿起钥匙, 将刘孟瑶身上的铁链解开。 刘孟瑶重获自由后, 激动得热泪盈眶, 她连忙跪在地上向杜宇磕头道谢。 杜宇见状, 连忙白手说道, 姑娘快快请起,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此乃我辈应作之事, 姑娘无须多礼。 就在这时, 天空忽然响起一声炸雷, 紧接着, 一个面目猙獰的鬼物出现在二人面前。 鬼物看到刘孟瑶身上的铁链一解, 顿时大怒, 她伸手朝杜宇抓去, 想要将杜宇置于死地。 杜宇虽然会些木匠手艺, 但她哪是鬼物的对手, 几下便败下阵来。 鬼物抓住杜宇后, 张开大嘴便朝她脖子咬去, 想要吸干她的阳气。 就在这时, 刘孟瑶突然大喊一声, 住手。 鬼物听到刘孟瑶的话后, 动作一顿, 她扭头看向刘孟瑶, 一脸疑惑地问道, 你为何阻止我? 刘孟瑶深吸一口气, 缓缓说道, 你我之间并无深仇大恨, 你为何苦苦相逼? 鬼物听完刘孟瑶的话后, 仰天大笑道, 哈哈, 真是可笑, 我乃鬼物, 你是洋人, 我心你洋气乃是天经地义, 何来苦苦相逼一说? 刘孟瑶文言, 沉默片刻后说道, 只要你放了它, 我愿意将我的洋气全部给你。 鬼物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之色, 他看向刘孟瑶说道, 此话当真。 刘孟瑶点点头, 说道, 千真万确。 鬼物得到刘孟瑶的肯定答复后, 便松开了杜宇, 朝刘孟瑶走去。 杜宇见状, 连忙挡在刘孟瑶身前, 大声说道, 姑娘不可, 我杜宇岂是那种贪生怕死之人, 岂能让你为我牺牲? 鬼物见杜宇坏他好事, 顿时大怒, 他伸手一挥, 便将杜宇打倒在地。 紧接着, 他伸手抓住刘孟瑶的脖子, 张开大嘴便朝他咬去。 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直接打在了鬼物的身上。 鬼物吃痛之下, 连忙松开了刘孟瑶。 他抬头望去, 只见一个手持浮沉, 先锋盗鼓的老道士出现在洞口。 老道士看着鬼物, 冷冷说道, 你这鬼物, 竟敢在此地害人, 今日贫道就让你魂飞魄散。 说完, 老道士便记起浮沉, 朝鬼物打去。 鬼物虽然厉害, 但他哪里是老道士的对手, 几下便被打得魂飞魄散。 鬼物死后, 老道士走到杜宇和刘孟瑶面前, 笑着说道, 二位受惊了, 贫道乃是云游四方的道士, 路经此地时, 见这山洞有妖气一出, 便进来查看, 没想到竟遇到这鬼物害人。 杜宇和刘孟瑶闻言, 连忙向老道士道谢。 老道士摆摆手说道, 二位无须多礼, 天色已晚, 二位还是赶紧下山吧, 免得再遇到什么危险。 杜宇和刘孟瑶点点头, 连忙向老道士告辞, 然后朝山下走去。 二人走了一会儿后, 杜宇忽然想起什么, 他转身对刘孟瑶说道, 姑娘, 你如今孤身一人, 若是就这样回去, 恐怕还会遇到危险, 不如你先随我回家, 等明日我再送你回去如何。 刘孟瑶闻言, 心中一阵感动, 他知道自己如今确实无处可去, 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杜宇带着刘孟瑶回到了家中。 杜宇的妻子李氏是个善良之人, 他见刘孟瑶可怜, 便将她留在家中, 带她如同亲姐妹一般。 四日一早, 杜宇便准备送刘孟瑶回家。 临行前, 李氏特意准备了一些干粮和水, 让杜宇带着路上吃。 二人走了许久后, 终于来到了刘家村。 刘孟瑶的家人, 见到他平安归来, 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们对杜宇千恩万谢, 然后将杜宇请到家中, 好酒好菜地招待了一番。 杜宇在刘家村逗留了几日后, 便辞别刘孟瑶和家人, 踏上了回家的路。 杜宇走后不久, 刘孟瑶的家人便发现 他变得有些奇怪, 他整日里神神叨叨的,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杜宇的名字。 刘孟瑶的父母见状, 心中很是担忧, 他们怕女儿是中了邪, 便请来一个道士查看情况。 道士经过一番查看后, 眉头紧锁地说道, 零千斤这是被鬼物缠身了, 那鬼物想要侵占他的身体, 借此还阳。 刘孟瑶的父母闻言, 吓得脸色苍白, 他们连忙问道, 道长, 那该如何是好? 道士捋了捋胡须说道, 贫道可以做法, 将那鬼物驱除, 不过那鬼物乃是因杜宇而来, 所以还需将他请来, 否则即便贫道将鬼物驱除, 他还是会找上杜宇的。 刘孟瑶的父母闻言, 连忙派人去请杜宇。 杜宇得知情况后, 不敢耽搁, 连忙跟着来人来到了刘家村。 道士见到杜宇后, 便将他的情况说了出来。 杜宇听完道士的话后, 心中大惊,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引来鬼物。 道士看着杜宇说道, 杜宇主, 那鬼物乃是因你而来, 所以还需你亲自将它引出, 贫道才能将它驱除。 杜宇点点头, 说道, 一切就劳烦道掌了。 说完, 杜宇便跟着道士来到了刘孟瑶的房间。 道士让杜宇站在门外, 他则进入房间开始做法。 过了一会儿后, 房间里突然响起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紧接着, 一个面目猙獰的鬼物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他看到杜宇后, 眼中闪过一丝怨恨之色, 然后朝他扑了过去。 道士健壮, 连忙记起法器朝鬼物打去。 鬼物虽然厉害, 但他哪里是老道士的对手, 几下便被打得魂飞魄散。 鬼物死后, 刘孟瑶也恢复了正常。 他看着杜宇, 一脸感激地说道, 恩公, 谢谢你救了我。 杜宇摆摆手说道, 姑娘无需多礼,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此乃我辈应作之事。 刘孟瑶的父母为了感谢杜宇的救命之恩, 便提出将刘孟瑶许配给他为妻。 杜宇见刘孟瑶长得貌美如花, 心中也很是喜欢, 便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杜宇和刘孟瑶结为了夫妻。 婚后, 二人相敬如宾, 举案其美,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然而, 好景不长, 就在杜宇和刘孟瑶成婚后的第三年, 刘家村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 村里的年轻女子接连失踪, 而且都是在大白天不见的, 村民们找了许久, 都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 刘孟瑶的父母见女儿整日提心吊胆的, 心中很是不忍, 他们便找到杜宇, 希望他能帮忙查找失踪女子的下落。 杜宇闻言, 心中也很是担忧, 他担心刘孟瑶也会遭遇不测, 便答应了下来。 杜宇先是来到村口, 询问了几个村民, 想要了解失踪女子失踪时的具体情况。 然而, 村民们都说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之人, 只是听到一声尖叫后, 女子便不见了踪影。 杜宇听完村民们的描述后, 心中更加疑惑了, 他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人会如此大胆地光天化日之下掳走女子。 就在这时, 杜宇忽然想起什么, 他连忙回到家中, 将工具箱拿了出来。 然后从里面拿出一把尺子, 这把尺子不是普通的尺子, 而是他师父传给他的法宝, 名叫梁天尺, 能够测量出世间万物的尺寸, 包括妖魔鬼怪。 杜宇拿着梁天尺在村里四处查看, 希望能够找到。 古时有个木匠叫叶大川, 此人手艺精湛, 心地善良, 经常帮助村里的穷人, 因此很受大家敬重。 这日, 邻村王财主找到叶大川, 说家里要翻修房屋, 希望他能前来帮忙。 叶大川一听, 点头答应了下来。 王财主家离叶大川家并不远, 他背起工具包, 便跟着王财主走了。 到了王家后, 叶大川发现王家很大, 光仆人就有十几个, 看来王财主在当地的确很富有。 在王家一待就是半个月, 这期间, 叶大川不仅手艺好, 而且干活勤快, 从不多要工钱, 王财主对他很是满意。 这日傍晚, 王财主将叶大川叫到身边, 说要好好感谢他一番, 晚上让家人准备了一桌好酒好菜, 让他留下来吃席。 叶大川一听, 心里很是高兴, 他平时很少吃肉喝酒, 这下终于能好好享受一番了。 到了饭点, 王财主将叶大川领到饭厅, 只见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 各种美酒应有尽有。 叶大川见状, 连忙拱手道谢, 随后坐在桌边, 与王财主推杯换盏, 开怀畅饮。 几杯酒下肚, 叶大川觉得有些头晕目眩, 而王财主依旧谈笑风声, 好像一点事都没有。 叶大川心想, 这王财主真能喝, 自己这点酒量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 就在这时, 叶大川突然发现, 王财主一直在冲着他笑, 而且那笑容很是诡异。 叶大川心里咯噔一下, 这笑容怎么如此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这时, 王财主缓缓起身, 走到叶大川身后, 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叶大川转头一看, 只见王财主脸色铁青, 双眼空洞, 哪里还有半点人样。 叶大川吓得浑身一颤, 酒也醒了大半, 他连忙站起身, 结结巴巴地问道, 你, 你是谁? 王财主没有回答, 而是缓缓伸出手, 朝叶大川的脖子抓去。 叶大川健壮, 吓得魂飞魄散, 转身就朝门外跑去。 然而, 王财主的动作却比他快得多, 只一瞬间, 便追上了他, 伸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叶大川只觉呼吸困难, 眼前一黑, 便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叶大川缓缓醒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上, 身上盖着一床被子。 他四下张望, 发现这是一个陌生的房间, 屋内沉涉简陋, 但收拾得很干净。 这时, 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进来, 见叶大川醒了, 连忙走上前, 关切地问道,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叶大川揉了揉眼睛, 仔细打量了一下女子, 发现她长得眉清目秀, 很是漂亮。 他起身拱手道, 多谢姑娘相救,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女子微微一笑, 说道, 我叫小翠, 是这里的丫鬟。 昨晚你突然晕倒在门口, 老爷就让我把你扶进房间休息了。 昨晚, 叶大川一愣, 连忙问道, 昨晚我不是在王家吃席吗? 怎么会晕倒在这里? 小翠闻眼, 脸色微微一变, 随后说道, 你昨晚的确在王家吃席, 不过后来喝醉了, 就晕倒在门口了。 叶大川听后, 心里更加疑惑了, 他明明记得自己被王财主掐住了脖子, 怎么可能是喝醉了晕倒的? 他看了看小翠, 见他眼神闪烁, 似乎隐瞒了什么, 便开口问道, 小翠姑娘,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小翠犹豫了一下, 说道, 其实, 昨晚我也看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不过我不敢说。 奇怪的事情, 叶大川眉头一皱, 追问道, 你看到了什么? 小翠咬了咬嘴唇, 说道, 昨晚我看到王老爷 变成了一副青面獠牙的鬼样子, 把你掐晕后就离开了。 什么? 叶大川惊呼一声, 他终于明白, 原来昨晚自己看到的不是幻觉, 而是真的。 他连忙问道, 那王老爷现在在哪里? 小翠摇了摇头, 说道, 我也不知道, 他昨晚离开后就没再回来过。 叶大川听后, 心里一阵后怕, 没想到自己竟然遇到了鬼。 他起身说道, 多谢小翠姑娘相救之恩, 我现在要赶紧离开这里。 小翠点了点头, 说道, 你小心些, 这附近可能还有鬼怪。 叶大川道了声谢, 便匆匆离开了。 他一路急行, 生怕再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好在一路平安, 他终于回到了家中。 到家后, 他将自己遇到的事情告诉了妻子, 妻子听后, 也吓得花容失色, 连忙让他去村头的道观, 找道士驱邪。 叶大川觉得有礼, 便来到了道观, 找到了一位道士。 道士听完他的讲述后, 眉头紧锁, 说道, 你遇到的应该是鬼物作祟, 那王财主恐怕早已死了, 只是他的鬼魂还在人世间徘徊。 叶大川听后, 心里一阵惊恐, 连忙问道, 那该如何是好? 道士思索片刻, 说道, 你且回家, 今晚我在你家布阵驱邪, 务必要将那鬼物赶走。 叶大川听后, 连忙道谢, 随后回家等待道士的到来。 到了晚上, 道士来到叶大川家, 开始布阵驱邪。 然而, 那鬼物似乎十分厉害, 道士的法术竟然对他毫无作用。 道士见状, 眉头紧锁, 说道, 这鬼物非同一般, 我的法术竟然无法对付他, 看来需要请师门长辈出手了。 叶大川听后, 心里更加忐忑不安,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否活着等到师门长辈的到来。 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随后便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身上盖着一床被子。 他四下张望, 发现这里竟然是他之前晕倒的那个房间。 我怎么又回来了? 叶大川心中疑惑, 就在这时, 小翠走了进来。 他看到叶大川醒了, 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 随后说道, 你怎么又回来了? 叶大川听后, 心中更加疑惑, 他将自己遇到的事情告诉了小翠。 小翠听后, 脸色大变, 说道, 那鬼物竟然如此厉害, 连道士都无法对付他。 叶大川叹了口气, 说道,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现在只能等师门长辈到来了。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叶大川和小翠对视一眼, 心中都感到一阵不安。 小翠连忙走到门口, 打开门一看, 只见一个身穿道袍的老者站在门口, 正是之前那道士的师门长辈。 老者看到叶大川后, 眉头一皱, 说道, 你就是叶大川。 叶大川连忙点头称是, 老者说道, 我乃你师伯, 听闻你遇到了鬼物作祟, 特来相助。 叶大川听后, 心中一阵激动, 连忙请师伯进屋。 师伯进屋后, 开始仔细打量起这个房间来, 他的眉头越皱越紧, 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 师伯突然开口道, 这房间有鬼气缭绕, 看来那鬼物就藏在这里。 叶大川和小翠听后, 心中都是一惊, 师伯继续说道, 你们且退到一旁, 带我施展法术, 将那鬼物逼出来。 说完, 师伯便开始念动咒语, 双手结印, 一股强大的法力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就在这时, 房间内的温度 突然下降了许多, 一股阴冷的气息弥漫开来。 师伯健壮,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说道, 终于现身了。 只见一个轻面獠牙的鬼影 从房间的角落里 缓缓浮现出来, 他双眼通红, 恶狠狠地盯着师伯。 师伯冷喝一声, 双手一翻, 一道金光朝鬼影射去。 鬼影发出一声惨叫, 身形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然而, 就在这时, 他的眼中 突然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 随后身形一闪, 竟然消失在了原地。 师伯健壮, 脸色一变, 他没想到这鬼物 竟然如此狡猾, 竟然在他的法术下逃脱了。 他连忙转身对叶大川说道, 这鬼物非同一般, 他已经逃走了,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 否则他还会继续害人。 叶大川听后, 心中一阵惊恐,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否摆脱 这鬼物的纠缠。 就在这时, 小翠突然开口道, 我知道那鬼物去哪里了。 叶大川和师伯文言, 都看向了小翠, 小翠说道, 之前我看到那鬼物掐晕你后, 就朝后山的方向飞去了。 师伯听后, 点了点头, 说道, 好, 我们这就去后山寻找那鬼物。 说完, 他便带着叶大川和小翠, 朝着后山的方向赶去。 然而, 他们找了整整一夜, 也没有找到那鬼物的踪影。 师伯叹了口气, 说道, 这鬼物狡猾异常, 我们恐怕一时之间难以找到它。 叶大川听后, 心中一阵绝望, 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小翠突然说道, 我还有一个办法, 或许可以找到那鬼物。 叶大川和师伯文言, 都看向了小翠, 眼中充满了期待。 小翠深吸一口气, 说道, 我曾经听老爷说过。 夜色朦胧, 月光如水, 洒落在这片寂静的乡村。 李强手持一把锋利的斧头, 脚步匆匆地走向村后的一座孤坟。 坟头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这树长得极不寻常, 枝干扭曲, 似乎透着一股子邪气。 李强的母亲去世已有数年, 自那之后, 这坟头便长出了这棵怪树。 村里老人都说, 这树长在此处, 必有蹊跷, 劝他早日出去。 可李强一直忙于生计, 无暇顾及此事, 直到最近, 他总觉得诸事不顺, 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这才决定动手砍树。 他走到坟前, 深吸一口气, 举起斧头, 朝着树干狠狠踢去。 一声闷响, 树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腹痕。 李强心中一喜, 觉得此事似乎并不难办, 于是加快了动作, 斧头如雨点般落下。 就在这时, 一阵阴风吹过, 坟头的怪树突然摇晃起来, 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窥视着李强。 他心中一紧, 但想到自己是在为母亲除害, 便强压下心中的不安, 继续恢复砍伐。 终于, 在一声巨响中, 怪树轰然倒下, 李强也累得气喘吁吁。 他抹去额头的汗水, 看着倒在地上的树干,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快意。 就在这时, 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 缓缓走来。 老人看着倒在地上的怪树, 脸色凝重地对李强说, 小伙子, 你闯了大祸了。 这树长在你母亲的坟头, 必有它的原因。 你贸然砍断它, 只怕会引来大难临头。 李强文言一愣, 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他连忙问老人, 这怪树究竟有何来历? 老人却只是摇头叹息, 不愿多说。 李强心中越发不安, 觉得此事似乎并不简单。 果然, 没过多久, 李强便接连遭遇了一系列离奇的事件。 先是家中财物频频失窃, 接着是身体不适, 整日精神恍惚。 更感到让他恐惧的是, 每当夜深人静时, 他总能听到坟头那边传来阵阵诡异的声响,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他。 李强心中惶恐不安, 他知道自己一定是惹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他四处求神拜佛, 希望能化解这场灾难, 但都无济于事。 这天晚上, 月色如洗, 李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无法入眠。 突然, 他听到窗外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 他心中一紧, 悄悄起身走到窗边, 向外望去。 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正站在坟头前, 手中似乎拿着什么东西在挖掘着什么。 李强心中大惊, 他认出那身影正是自己白天所见的那位老人。 他心中涌起一股怒气, 觉得老人一定是在暗中捣鬼。 他悄悄走出房门, 拿起一把铁锹, 朝坟头走去。 他悄悄靠近老人, 举起铁锹就要朝他砸去。 就在这时, 老人突然抬起头, 一双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李强。 李强心中一颤, 手中的铁锹竟然无法落下。 老人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小伙子, 你何必如此执着呢? 这树长在你母亲的坟头, 是为了镇压下面的邪物。 你砍断了它, 邪物便会趁机作祟。 如今, 你已经惹上了大麻烦, 只有找到那邪物的根源, 才能化解这场灾难。 李强文言一愣, 他没想到这怪树背后竟然还隐藏着这样的秘密。 他连忙问老人那邪物的根源究竟在何处, 老人却只是摇了摇头, 说他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只能让李强自己去寻找。 李强心中虽然忐忑不安, 但他也知道, 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决定听从老人的建议, 去寻找那邪物的根源, 希望能化解这场灾难。 于是, 李强开始了他的寻根之旅。 他四处打听消息, 探访古迹, 希望能找到一丝线索。 然而, 这邪物似乎极为狡猾, 隐藏得极深, 李强一连数日都一无所获。 这天傍晚, 李强来到了一处荒废的古庙前。 这座古庙已经年久失修, 破败不堪, 但李强却觉得这里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他走进庙内, 只见四周布满了珠网灰尘, 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心中一紧, 知道这里可能就是邪物的藏身之处。 他小心翼翼地四处查探, 突然, 他听到一阵微弱的声音声从庙后传来。 他心中一动, 连忙朝庙后走去。 只见一个衣衫褴褴的女子正躺在角落里, 面色苍白, 气息微弱。 李强心中一惊, 连忙上前询问他的情况。 女子睁开眼睛, 有气无力地告诉李强, 他是这附近村庄的村民, 原本生活平静, 但自从这股庙里出现了一股邪气后, 他的身体便日渐衰弱, 家中也频频遭遇不幸。 他曾听村里的老人说, 这股庙里镇压着一个古老的邪物, 一旦他苏醒, 便会给周围带来无尽的灾难。 李强文言, 心中更是坚定了自己的猜想。 他觉得这女子所描述的邪物, 很可能就是导致他家中接连发生离奇事件的根源。 他决定要深入这股庙, 找出邪物的真身, 并将其铲除。 女子见他一脸坚毅, 直到自己劝阻不住, 便告诉他一个秘密, 古庙深处有一个地下室, 那里是邪物藏身的地方。 但进入地下室的路途凶险, 机关重重, 稍有不慎便会丧命。 李强听后, 心中虽然有些忐忑, 但他知道这是唯一的线索, 他不能放弃。 他向女子道谢后, 便独自走进了古庙深处。 庙内昏暗无光, 只有几处残破的窗户透进一丝微光。 李强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陷阱和暗器, 一步步向地下室走去。 他的心跳得越来越快,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退缩。 终于, 他来到了地下室的入口。 只见一道石门紧闭着, 上面刻满了诡异的符号。 他知道, 这就是通往邪恶藏身之处的最后一道关卡。 他深吸一口气, 用力推开了石门。 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 让他几乎无法呼吸。 他咬紧牙关, 一步步走进地下室。 地下室里漆黑一片, 只有几盏摇曳的油灯发出微弱的光芒。 他四处张望, 只见四周摆满了各种奇怪的法器和符咒, 显然是用来镇压邪恶的。 他继续向前走, 突然, 一阵诡异的笑声在耳边响起。 他心中一紧, 连忙拔出腰间的匕首, 警惕地四处张望。 只见一个黑影从黑暗中缓缓走出, 他身形扭曲, 面目猙獰, 正是那邪恶的真身。 李强健壮, 心中虽然惊恐,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退缩。 他咬紧牙关, 挥舞着匕首朝邪恶冲去。 邪恶发出一声怒吼, 朝李强扑来。 两人瞬间站坐一团, 匕首与爪牙相撞, 发出刺耳的声响。 李强虽然勇猛无比, 但邪恶的力量却异常强大, 他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起女子告诉他的秘密, 邪恶的力量来源于地下室中央的一个法阵, 只要破坏法阵, 邪恶便会失去力量。 他拼尽全力将邪恶逼退, 然后朝法阵冲去。 他用力劈开法阵上的符咒, 只见一道金光从法阵中射出, 直冲云霄。 邪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身体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李强知道, 这是邪恶被镇压的迹象。 他松了口气, 瘫坐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 金光渐渐消散, 邪恶也彻底消失不见了。 李强站起身来, 看着四周一片狼藉的地下室,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 他知道, 自己终于化解了这场灾难, 也为自己和母亲解除了后顾之忧。 他走出古庙, 回到家中, 只见家中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从那以后, 李强再也没有遇到过离奇的事件, 他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 但他知道, 这段经历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成为他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然而, 就在李强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他却在母亲的坟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棵被他砍倒的怪树, 竟然在一夜之间重新生长了起来, 而且比之前更加茂盛。 李强心中一惊, 难道邪恶并没有完全被铲除? 他连忙回到古庙查看, 只见地下室中的法阵已经重新亮起, 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在慢慢苏醒。 李强知道, 自己可能惹上了更大的麻烦。 他决定再次深入古庙, 探查邪恶的真相。 但这一次, 他是否能够成功化解危机, 还是一个未知数? 而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邪恶的真正身份又是什么? 李强的命运又将如何? 这一切都将成为读者心中永远的悬念。 明成化年间, 应天府有个魔刀将, 名叫江云帆。 此人出身于将人之家, 祖祖辈辈都是魔刀将, 江云帆自小便跟随父亲走南闯北, 魔刀的手艺也是炉火纯青。 这天, 江云帆挑着魔刀石和工具箱来到了一个叫清水镇的地方。 这里地处偏远, 消息闭塞, 魔刀将都很少来。 江云帆在镇口支起摊位, 不一会儿便吸引了几个村民前来魔刀。 江云帆一边魔刀一边与村民们闲聊, 从他们的口中得知, 这清水镇上有户性里的寡妇, 长相绝美, 且家中十分有钱, 只是他的性格十分孤僻, 很少与镇上的村民往来。 江云帆听后不以为意,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倒是对李寡妇家的那口宝刀十分感兴趣。 据说那口刀乃是李家的传家之宝, 锋利无比, 吹毛断发, 只可惜没人见过那刀的真容。 当天傍晚, 江云帆忙完准备收摊时, 忽然有个身着黑衣, 头戴斗笠的人走了过来, 他压低声音道, 磨刀匠, 我家主人有口宝刀, 想请你磨一磨, 不知你可否愿意。 江云帆眼前一亮, 连声道, 自然愿意, 敢问贵主人在何处。 那人缓缓抬起头, 露出了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他微微一笑, 露出了一口尖牙, 我家主人, 便是那李寡妇。 江云帆听后有些惊讶, 但更多的是兴奋。 他跟着那人穿过几条小巷, 来到了镇子最北边的一座大宅院前。 那人敲了敲门,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 很快, 门便开了, 一个身着锦衣, 长相绝美的女子, 出现在江云帆的面前, 正是那李寡妇。 李寡妇将江云帆领进院中, 随后带她来到了一个房间前。 她轻轻推开门, 只见屋内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木箱, 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红布。 李寡妇缓缓揭开红布, 露出了木箱的真容。 江云帆定睛一看, 发现那木箱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纹, 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而在木箱的中央, 则摆放着一口长约三尺的宝刀。 那宝刀刀身泛着寒光, 刀柄上镶嵌着宝石, 一看便知不是反品。 江云帆激动不已, 连忙拿出磨刀时开始细细打磨。 就在这时, 李寡妇忽然开口问道, 江师傅, 你可知这宝刀的来历。 江云帆一边磨刀, 一边摇头道, 在下不知, 还请夫人明示。 李寡妇缓缓缓走到江云帆的身边, 低声说道, 这宝刀, 其实是一把妖刀, 他曾吸食过无数人的鲜血, 因此才变得如此锋利。 不过, 只要用心打磨, 他便会恢复平静, 成为一把真正的宝刀。 江云帆听后, 心中一惊, 他抬头看向李寡妇, 发现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一丝阴冷。 他不禁开始怀疑, 这李寡妇到底有何目的, 为何要告诉他这些? 就在这时, 江云帆忽然感觉到一股寒意袭来, 他转头一看, 发现那口宝刀不知何时, 竟然散发出了一股黑气。 他心中一惊, 连忙抽出断刀, 挡在了身前。 那黑气似乎十分惧怕断刀, 他缓缓缩了回去, 重新钻进了宝刀之中。 江云帆这才松了口气, 他看向李寡妇, 发现他的脸色也变得十分苍白。 李寡妇见状, 连忙解释道, 江师父莫怕, 这妖刀虽然有些邪气, 但只要用心打磨, 他便会恢复平静。 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 是希望你能用心打磨它, 让它重新焕发光彩。 江云帆听后点了点头, 他继续开始打磨宝刀。 经过一番努力, 那宝刀终于恢复了光泽, 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金光。 江云帆满意地将宝刀交还给了李寡妇, 并收下了他给的丰厚报酬。 离开李寡妇家后, 江云帆的心中却始终无法平静。 他总感觉这李寡妇和那口宝刀都透着一股邪气, 但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接下来的几天, 江云帆继续在清水镇磨刀。 他时刻留意着李寡妇家的动静, 但奇怪的是, 李寡妇自从那天后就没再出现过。 这天傍晚, 江云帆准备收摊时, 忽然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他连忙扶住旁边的树干, 这才勉强站稳。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江师傅, 你似乎遇到了麻烦。 江云帆转头一看, 发现正是那天带他来李寡妇家的黑衣人。 他心中一惊, 连忙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总是出现在我的身边? 那人微微一笑, 摘下斗笠, 露出了一张俊朗的脸庞。 他缓缓说道, 江师傅莫怕, 我其实是镇上的不快, 名叫林峰。 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 发现你似乎卷入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江云帆听后心中一惊, 他连忙问道, 林不快, 你是说那李寡妇和他家的宝刀吗? 林峰点了点头, 沉声道, 没错, 那李寡妇并非普通人, 他其实是一个修炼邪术的妖妇。 而那口宝刀, 则是他用来吸取他人精气的法器。 你那天见到的黑气, 便是被他吸取的冤魂所化。 江云帆听后心中大害, 他连忙问道, 那林不快, 你可知他为何要找我磨刀? 我会不会也有危险? 林峰叹了口气, 说道, 他找你磨刀, 是因为你的磨刀记忆高超, 能够唤醒宝刀中的邪气。 至于你是否有危险, 那就要看他接下来的动作了。 江云帆听后心中一阵后怕, 他连忙问道, 那林不快, 我该如何是好? 林峰沉思片刻, 说道, 你暂且不要轻举妄动, 我会暗中保护你, 并调查李寡妇的底细。 一旦有了确凿的证据, 我便会立即抓捕他。 江云帆听后心中稍安, 他连忙感谢道, 多谢林不快相助, 我一定会小心行事。 接下来的几天, 江云帆继续留在清水阵磨刀, 但他时刻保持着警惕, 生怕被李寡妇发现。 而林峰也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他, 时刻留意着李寡妇的动向。 这天傍晚, 江云帆刚刚收摊, 准备回客栈休息时, 忽然发现林峰急匆匆地朝他跑了过来。 他心中一紧, 连忙问道, 林不快, 发生何事? 林峰神色凝重地说道, 我刚刚得到消息, 李寡妇今晚准备动手吸取镇民的精气, 我们必须尽快阻止他。 江云帆听后心中一惊, 他连忙问道, 那我们该如何行动? 林峰沉声道, 你随我一同前往李寡妇家, 我会设法引开他的注意, 你则趁机夺下那口宝刀, 破坏他的法阵。 江云帆听后点了点头, 他深吸了一口气, 跟着林峰朝李寡妇家走去。 很快, 他们便来到了李寡妇家的大门前。 林峰轻轻推开门, 示意将云帆跟在他身后。 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庭院, 来到了那个摆放着宝刀的房间前。 林峰轻轻推开门, 只见屋内一片漆黑, 只能听到一阵阵诡异的笑声传来。 他心中一紧, 知道李寡妇已经开始了他的法阵。 林峰连忙拔出腰间的佩刀, 朝屋内冲去。 而江云帆则趁机摸到了木箱旁, 准备夺下那口宝刀。 就在这时, 一阵黑气忽然从屋内涌出, 将江云帆笼罩其中。 他心中一惊, 连忙抽出断刀, 朝黑气砍去。 那黑气似乎十分惧怕断刀, 他缓缓缩了回去, 重新钻进了宝刀之中。 江云帆趁机一把夺下宝刀, 朝屋外冲去。 然而, 他还没跑出几步, 便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拉住了。 他回头一看, 只见李寡妇正站在他身后, 眼中闪烁着绿悠悠的光芒。 李寡妇冷笑一声, 说道, 你以为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吗? 今日, 你便成为我法阵中的最后一个祭品吧。 说着, 他伸出双手, 朝江云帆抓来。 江云帆心中一急, 连忙挥动断刀, 朝李寡妇砍去。 然而, 他的刀却仿佛砍在了空气上一般, 根本伤不到李寡妇分毫。 江云帆心中大害, 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李寡妇的对手。 就在这时, 一道刀光忽然从旁边飞来, 直接将李寡妇的手臂砍断。 江云帆趁机挣脱了他的束缚, 朝屋外跑去。 他回头一看, 发现林峰正手持佩刀, 与李寡妇激站在一起。 他心中一暖, 知道是林峰救了自己一命。 江云帆连忙跑到院子里, 将宝刀插在了地上。 只见宝刀中冒出一股黑气, 随后化作一阵狂风, 将李寡妇的法阵吹得七零八落。 李寡妇见状大惊失色, 他连忙朝江云帆冲来, 想要夺回宝刀。 然而, 林峰却已经挡在了他的身前, 与他激战在一起。 经过一番激战, 林峰终于将李寡妇制服, 并将他交给了赶来的衙役。 而江云帆则收起了宝刀, 准备离开这个充满诡异的小镇。 然而,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他忽然发现那口宝刀中 似乎还有一丝黑气残留。 他心中一动, 暗道, 这黑气究竟是何物? 为何会如此诡异? 江云帆决定继续调查 这口宝刀的来历, 揭开他背后的秘密。 而这一切都将成为他未来旅程中。 我会再寻养。 我会再寻养。 我会再寻养。